上來面對八位打者 第一個球就投一個一百五十公里 陳鴻文在WBC的資格賽 最後也在最後的對紐西蘭的決賽當中 上來投最後四個打棋 是投出了三次的三陣 這次也有點類似資格賽的狀況 一直沒有什麼機會來上場 這球跳到一五三 變得越快 現場只呈現一四六 那實在是一五三的速度應該沒錯 第一天對日本隊的比賽 陳鴻文並沒有上場的一個機會 兩好球一壞球 火球連發就打了一個投手 正面軟弱的滾地球接到之後 傳燕磊 輕鬆地解決掉了李俊昊出局 也